透過腦移轉流AI輔助診斷系統 精準辨識出病灶 還可以計算數量體積等重要資訊 大幅節省醫師月片時間 準確度達96% 目前已在北榮門診上線運用 而台北醫學大學研發以電腦斷層影像 為基礎的AI系統 可用來偵測肺部疾病 10秒就能產生 據國際標準的肺癌篩檢評估報告 電腦斷層篩檢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因為它切得太細了 它可能一次會產生三五百張的影像 讓這個病理科醫師呢 在第一次做病理診斷的時候 他就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訴你說 病灶在哪裡 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的一個 能夠將心臟的脂肪跟心臟的概化 還有主動脈概化自動分割出來 那它的時間從傳統標注大概40分鐘 縮短到0.4秒 心臟脂肪跟心臟的 這個我們未來會發生心肌梗塞 心臟衰竭 甚至腦中風都有很密切的關係 台大醫院團隊研發胸腔概化 脂肪定量的AI模型分析一個病例只需要0.4秒 可用來建置心血管疾病風險預測系統 科技部輔助三個醫療團隊研發智慧醫療診斷工具 未來將與經濟部衛福部合作建置新平台 科技部經濟部衛福部呢 我們將在2021年起來推動這個四年期的 精準健康大數據永續平台 那這個平台上面就會把我們現有的這些醫療影像 還會整合上基因還有病理病例這些資料 來形成一個複合式的巨量資料 科技部表示台灣發展精準醫療 具有全球優勢數位化健保資料 醫界人才與資通訊強項結合 期待新平台的建置 不只把關民眾健康 也能引領創新產業模式 協助台灣生醫產業發展 新產人亞太電視臨家瑋張元廷 台灣特別採訪報導